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瑞 今天我們特別來到九份瑞霜公路這邊 來實測一下我拿到的全新碳纖維輪組 順便在今天的實測過程當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從跑步轉到腳踏車之後 在這段期間 我覺得跑步跟腳踏車有什麼最大的差別吧 OK GO GO 我們現在人在吳彥廷 然後準備往九份方向 今天特別來實測一下 就是我的新輪組 ZERO的馬赫33 它的表現如何 那我們就先騎一下吧 其實我在騎公路車段的時間以來 我覺得差別最大的 大概就是 雞群這樣用的 很多人會覺得 欸 你是跑步教練欸 你應該在體能上啊 腳踏車應該是輕而易舉 但說真的其實 我來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 在雞群不同上面 在腳踏車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些雞群在平常跑步 沒有用那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也是蠻容易就爆掉了 尤其我在平路的時候 因為我體重比較輕的關係 所以算起來的瓦數會比 比較壯的人來講 比較壯的人來講 瓦數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上坡的階段 因為上坡的階段 我體重比較輕 所以推力比配尾程比較高 那對於騎乘過程中來講 就會是比較我吃香的位置 所以最近在剛騎腳踏車 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我就是比較著重在 讓不同雞群去做一個適應的訓練 因為在以往跑步的時候 其實我的肌肉就是比較全身性 它沒有一個特別哪個地方 就練好就好 但在腳踏車來講 我覺得它蠻著重在你的 大腿肌力的續航 就讓你續航表現變好之後 其實你的整體的維持來講 就會比較好 現在風景超漂亮的 這邊騎車很舒服 我現在裝的這一組 馬赫33的輪組 它其實是碳纖維的鐵剎輪組 那其實它今年就是講究它的 剛性過彎效果各方面都很好 其實我在過彎的時候 我都可以很果斷的壓下去 它的回饋是這樣直接的 都不會讓你覺得 你有一些不安全感或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輪組在過彎的表現 其實我個人是蠻滿意的 它的框高大概是33的 所以它在騎一些 不管是平路段或上坡路段 其實它的表現是蠻全能的 就是它的過彎表現或是加速能力都是蠻直接的 它就是比較全能型的一個輪組 所以如果你平常想要騎不管是山路或平路 尤其在台北這種比較多山路的 的一個訓練場地之內的話 其實這樣的框高我覺得是蠻合適的 就是你其實要騎平路也OK 你要騎上坡對你來講 表現也都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很好用 好我們剛剛大概實測了一下 在伯彥廳這邊的上下坡 我覺得整體來講 這個輪組表現其實是 我真的覺得蠻好騎的 跟我上一組框高比較矮的鋁框來比起來 它更適合在不管是平路的一個流暢性 或者是上山的鋼型 我覺得都提升了蠻有感覺的 那在上坡的表現 其實它輸出蠻直接 就是你踩它的力量 可以直接傳導到你的輸出上 所以你的瓦數其實基本上就等於你的速度 不會差太多 那下坡轉彎的時候其實它鋼線很好 轉彎的時候不太會有那種 不穩或晃來晃去的感覺 其實它的穩定性也非常夠 那整體來講 你的框高其實我覺得非常推薦 如果你在台北市 不管是長崎山路或平路這種轉換的訓練 的話其實這框高來講 非常適合就是一般人的 比較全能型的一個框高定位 就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輪組非常推薦給大家 也很感謝他們提供我這樣的輪組 可以在接下來做騎乘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推薦給大家 這個輪組的騎乘體驗啦 那如果你們真的非常有興趣 我也會把這個官方連結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那有想購買的話 也可以私訊我的粉絲專頁喔 我是你的嘉楊梁哲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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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